木墙是什么? 木墙是建筑的外墙维护,不承重,像木布一样挂上去,估佑称为为木墙。 是现代大型和高层建筑常用的带有装饰效果的轻质墙体。 木墙从用途上可分为建筑木墙、构建式建筑木墙、单元式木墙、玻璃木墙、石材木墙、金属板木墙等。 木墙的特点是有一个独立完整的整体结构系统,通常用在主体结构的外侧,一般都包覆在主体结构表面之上。 相对主体结构在平面内有一定的微动能力,主要功能有抗风压变形、保温、隔身、防雷、防火、吸生、节能、美观、装饰等。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建筑木墙必然向高新技术和多功能的方向发展,才能满足市场对建筑木墙功能的需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